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即使在夏天呢 因为树贯成玉壁遮住阳光 所以非常的凉爽 冬天亦少有强风吹息 是一条平易近人 全年都适合体验的步道 这条步道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各种动植物种类繁多 像步道旁 这个叫做水鸭角秋海棠 大家看看它叶片的形状 是不是像鸭子的脚掌呢 因为它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 所以常常在这个步道的两旁成群的出现 此外呢 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植物开花 等着您来发现 二子平步道过去称为蝴蝶花廊 但是随着两旁树木越长越高 树贯成越玉壁遮住阳光 所以需要日照的蜜檐植物 岛田式折兰就无法生长 结果就造成青斑蝶数量的减少 但是在这里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枯叶蝶 蛇木蝶 甲蝶跟灰蝶类在这里生长 尤其是枯叶蝶 在这里一年四季皆可观察到 十分特殊 所以特别推荐您于夏季时来这里进行一趟赏蝶之礼 这条步道不但适合一般人践行 管理处为了服务年长者 幼儿及行动不便的游客 特别将步道的铺面三分之一 改为硬铺面 设置一条无障碍步道 可供轮椅及挖挖车通行 沿线更设置了完善的无障碍设施 如沿线多处设置供轮椅会车的闭车道 及修气用的 像凉亭 座椅 步道旁的解说牌亦砍有点字板 供视障朋友在家人的引导下 对照阅读 在这步道的两端亦设有无障碍厕所 供有需要的游客使用 二子坪步道 前长约1.7公里 前程往返步行 约需80分钟 可以于阳明山公车总站 搭乘油盐公车108抵达 是国家公园范围内最适合全家一起来体验的步道 也随时欢迎大家透过这段影片和我一起来体验二子坪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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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